看了这条资讯之后 我们再来关心下 有关在新西兰见习司机的通过率的提高 但理论考试仍有三分之一未过的资讯 相关数据显示 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司机 都没有通过学习者驾照的理论考试 但新西兰运输局的数据显示 自从2009年引入计算机的测试 国家驾照理论考试通过率暴涨 但超过半数的申请者 都未能通过相关的理论考试 去年驾照理论考试 曼努瓦土地区全国最高通过率为75% 西海岸地区通过率为最低为60% 由于在驾照考试中区域严格 在过去五年涉及青少年司机 严重和致命的事故的数量 也急剧下降到历史记录的低点 在2008年涉及青少年司机的65人 死于道路交通事故 而去年仅为24人 新西兰运输署道路安全总监恩斯特奈松说 早期的理论考试在2009年被取消 早期的计算机测试 尽管预期的通过率下降 如今的通过率已经稳步增加 斯特松奈表示 从全国范围来看 目前道路交通事故 仍然是青少年最大的杀手 近年来每星期 新西兰青少年道路死亡率 是发达国家当中最糟糕的之一 去年新西兰运输署对限制许可驾照申请人 引入了一个严格的实用的测试 由于高失败率也遭到了批评 其他的变化还包括提高最低驾驶年龄到16岁 降低青少年酒精限制等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